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內地的短片分享網站近年好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 他們正在逐漸成為長者生活的一部分 網絡世界的出現 仿佛為長者退休生活帶來衝擊 部分應用程式更為長者度身訂造 內地有媒體曾經進行調查發現有超過10萬名長者 每日平均在網上逗留超過10小時 這個調查除了揭示長者的網忍 更重要的是發現長者的健康狀況也亮起了紅燈 在神奇的網絡演算法下 短片分享網站會按用家所好 推送長者喜歡的影片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青少年有家長管教 中年人有生活壓力 但內地的長者有穩定的退休金 又沒有生活壓力 正因如此 網引老年的出現其實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 雖然上網可以排解長者的空虛 同時可以增長他們的見識 但如果不能加以節制 長者很容易變成網絡的奴隸 特別是長者的分辨意識比較差 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內地網絡違規行為舉報平台 騰訊110曾發布 《中老年人反欺詐白皮書》 揭示在2019年上半年 平台一共受理中老年人 受騙舉報超過兩萬次 其中九成七的受騙者曾經遭資金損失 金額從100元到幾萬元不等 由此可見有必要加強長者自我防護意識 讓長者戒網並不現實 亦會令他們難以適應 故此要進一步在現實生活中 提升他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才能讓他們更好回歸現實生活 例如加強長者社區的生活支援 建設長者大學 以豐富多彩的活動 帶領長者走出家門、融入社會 而互聯網企業亦需要精準改善相關服務 通過演算法合理推送短片 防止長者過度依賴網絡 只要推動長者群體的現實生活和網絡生活有效結合 才能讓他們的閒下時間過得更豐富多彩 讓長者群體擁有健康、積極的良好生活環境 應該是基本的社會共識 引導他們正確上網 需要社會共同努力 今集都沒有點評時間到此 再會